大豪雨來襲鬆動的土石再也經不起衝刷 蘇化公路河中至重的路段 發生攤防落石 扎重路過車輛 土石逆流也衝進隧道阻斷交通 29號傍晚5點50分 蘇化公路雨勢不斷 大量土石攤防 南北向道路封閉無法通行 台九線多處封閉只出不進 雖有車輛遭土石擊中 但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相關單位也剪輯調派機具前往搶通 河中至重的路段與23時恢復開放通行 但仍有多處尚未清理完成 用路人仍去小心 請民眾非必要切入進入山區 以免發生危險 0403正後重創花蓮 觀光也隨之受挫 在暑假開頭把握先機 將軍府舉辦夏日派對活動 現場除了在地餐車美食和夏日消暑飲品外 還有好聽的音樂 讓夏日風情氣氛一次到位 這樣的活動是否真的能夠帶來觀光人潮 相較於6月份有一定比例的成長 那在7月份有活動的期間 也有6月幅的成長大約25% 對於花蓮的未來 我們還是有一定樂觀的信心 雖然7月份住的活動都有補助 但蘇花火車接連的發生意外 民眾前往花蓮旅遊仍有些擔憂 住房率仍舊偏低 但花蓮旅遊業者表示 他們已經準備好希望大家 能夠放心多來花蓮玩 記者劉己教 朱俊英花蓮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